大家好,歡迎收看這個看馬世界的環節 這個環節會介紹一些跑過一兩次的馬匹 就著馬匹的身形、血統、腳法 再跟大家說說它未來的前景 或者初出跑這個賽日的馬是怎樣 有點像谷田小將 但通常都是一些未跑過的馬 或者跑過一兩場的 還未說之前記住 還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右下角有四星龍珠 按下去可以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記得開啟鈴鐺 有新片才可以跟大家說 記得IG也要 在IG賽日會有story 按我頭像就會有tips可以看到 好,馬上帶大家看看 今次有什麼馬可以跟大家說 潘頓的坐騎 是否待會篩選萬能俠要做呢 就再看看吧 但是美帝第一這隻馬 在C閘裡面 C贏了四次 也是一些很有前觸 也是比較新型大步的馬 也都大隻的 掌成了 出腳要教一下 潘頓拿來騎 外地跑了兩次 第二次就馬上贏馬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可能是黏軟地不行 但是它是沾了之後 跑膠沙地就一放到底 之前跑1200米就跟手好位而已 即是說它放頭的威力會遠比跟手好位大 亦都可能是跑膠沙地好一點 翻查血統 其實它那個 祖父祖母的血體 其實都可以是一些美國種 大家可以見到 鄭祖父 亦都會見到怎樣 即是會跑泥地 所以都不限於要跑草地 初出跑草地都未必不行 你見偉達 即是經常拿它跑草地 你就知道 亦都自己親跳過兩次 跟投資有利那些馬一起拍跳 現階段 初出都已經有一定作戰能力 千萬不要因為它一千米直路 排過相對不好的檔 就要看少它 這些馬 初出已經要忙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看馬世界 稍後還有更多精彩節目 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到時再見 拜拜 字幕榮博